金牌大間諜 姐妹華買了一個美白聖牌 幾乎全身都沒了 學一檢驗就是水癢算重 甚至需要到洗聖的狀態 健康教室呢 他會排電療癒 他呢 就電療癒 就電完十次不得了 九層的皮膚 也就在脖血紅腫的狀態 尖進三角區 危險致命別輕鬱 他就中風 然後後來就癱瘓 這次最後就死掉 我好像吸血鬼吧 她被吸到多深層 女性 把她做漢堡的動作 按一按之後那個鞋子是護膚 那她就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會護膚 中中海肌 後來把她去上一間是彈掉的 咖啡加檸檬 減重方法又一招 咖啡可以加檸檬 但是我們要的是 檸檬皮的一個營養素 它是檸檬酸 它可以幫助我們的脂肪 去做一根代謝 她就遇到那種 天天用檸檬原汁 套大起來先管 醫生說她看到 史上最多小洞的胃 來 好 今天的三位金牌情報員 心理資深學姐小辣情報員 黃金單身和小農情報員 以及鬼靈精怪的甜不辣情報員 將會帶來什麼樣 驚爆的健康情報呢 讓我們今天的專業 警牌醫師團 以及爆料顧問團 對他們的情報 又會有什麼樣 不同的精采見解呢 歡迎你們來到金牌檔檢店 根據我們的側面調查發現 其實很多很多的 都標榜著無添加防腐性的食品 都改用 它換了三個字 這三個字是輕輕帶過 而它什麼呢 它其實保色計 就是大家文字上面的這個 雅硝酸鹽 通常都加工 放在那些所謂的加工的食品當中 而雅硝酸鹽 在經過腸道的作用之後 它呢會形成強烈的致癌物 叫做雅硝胺 會增加我們罹患 肝癌 胃癌跟口腔癌 還有食道癌的風險 醫生 是不是真的是這樣 恭喜 這個應該有許多人 都知道的健康資訊 應該都知道 為什麼會離癌呢 其實我們強調這個食品 很安全的問題 就是在入口之前 包括它的生長地 包括它的運送過程中間 有沒有用什麼肥料 或者是有沒有用什麼防腐劑 最後在 烹飪的過程中間 有沒有加加工的東西 我們其實最關鍵的還是 食物本身比較安全 食品加工就有風險 主要的大概除了肉品加工的 像是什麼 香腸 火腿 火腿 還有什麼 還有一些比如說像肉乾有的 有嗎 蜜劍有嗎 蜜劍也有加工的東西防腐劑 所以要小心 加工的都要小心 加工的都要非常小心 而且它玩文字遊戲說沒有這個 不代表沒有別的 未檢出也不代表沒有 我們今天分享兩塊香醉 許其輕 早年因為我們比較沒有這些保存的 像冰箱或低溫的東西 所以如果你肉沒有添加這個 雅箱 許它添進去的話 你在製造香腸或這些臘肉的過程中 很可能比如說包括肉毒桿菌 它在裡面的話 你吃到肉桿菌它的毒素 它是會致命的 所以如果說 現在為什麼它還是一個 合法的添加劑的原因就是說 少量的食用 其實不至於造成立即的危害 而且你身體可以代謝它 可是如果一旦裡面 有這些致命性的細菌在裡面 你可能燈食就致命了 所以原則上來講就是 不要過量長期的使用 讓你身體可以代謝它 我們的 素心婆婆 紅外婆 紅婆婆 不是 再次說明 因為這是我的本科 我念食品這樣 好難怪 香腸 火腿 熱狗 所有家庭的肉製品 肉類製品 肉類製品 所以還特別特別的小心 今天呢 一開始分享的這些訊息呢 其實跟大家 健康是直接關係的 接下來換三位情報員 好好表現 好 聽不懂先來 小心廣告噱頭 讓你瘦了荷包又傷身 像是最近有一個 就是有一個大陸的女生 她想要美白 她就買了一個 一敷即白的美白面目 敷上去以後呢 因為上面有螢光劑 她的臉就哇喔 變成 所以她走在路上就會自動發亮 超可怕 好厲害喔 這個 比歐克嘛 比歐娜 比歐娜很浪漫對不對 但最重要的是喔 那不只讓妳的皮膚過敏 其實小心 它會傷妳的心肝腎 有這麼嚴重 有 妳的面膜可以傷心肝腎 心肝腎 好可怕喔 有這麼嚴重 來 一直來 有沒有看過這樣誇大的廣告 不實的廣告 通通有 來 佳怡哥先來 講兩個很明顯的例子給大家聽 大家有聽過飲水機的故事嗎 沒有 飲水機 就是家裡裝一台飲水機 那個水有多好功能 你喝了以後又可以養顏凍鈴 我知道 漂亮水 我家也有 清除素便 最後居然能夠抗癌 對 最主要它標榜是 對 或者是電解水 或者是功能水 對 反正它的說詞很多 聽起來是天衣省水 對 買了以後結果還是一樣 癌症還是癌症 沒有 全家廣告 喝水當然是好事情 喝安全的水更好 但是不代表說它本身就能夠抗癌 因為那個是治療講療效的 這就是不實的廣告 對 這就是不實的 還有一件大家有沒有印象 這個某官夫人用的這個美白面霜 效果非常好又便宜 非常大眾化 價格幾百塊就有一小罐 用了沒多久以後就皮膚反黑了 因為它裡面還有重金屬拱 有拱 所以不要倒聽圖說 只看到它的效果 忘記它的安全性跟危害性在裡面 其實我們所有的美白用品 或者是化妝用品 最好是來源都要經過確認 還有使用方式 也要經過專業的確認 我遇到這是一個姐妹花 兩個也是很想要讓皮膚白白嫩嫩的 所以他們去某個國家 買了一個美白正品 他來給我看的時候是膏狀的 他那個罐子蠻大的 整罐都是白色 果然是美白的用品這樣子 他為什麼會來急診 因為他們兩個在使用一個禮拜之後 兩個開始會覺得呼吸越來越急促 呼吸越來越喘 一開始很像過度患性 就是他喘 四肢 臉都是麻 而且會有一些噁心想吐的症狀 所以就跑來急診室 那剛好就遇到了所謂的 是姓慧嗎 剛好姓慧嗎 姓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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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候聽了他的症狀之後 再問了一個關鍵性的問題是 那時候我問他你會不會耳鳴 他說他會耳鳴 其實他有一些呼吸道的症狀耳鳴 再加上腸胃道的症狀 其實就是 那我們一般在塗在 那不是在面膜上面嗎 很多東西都有 美白用的 像ASP什麼 他很多東西都有水洋酸 其實我們的外用藥 其實非常罕見是 因為他皮膚吸收 畢竟沒有口服 或只能打在血液的效果好 所以其實皮膚的吸收 理論上要達到中毒 比較多的期間 案例是本身皮膚就有問題 後來我一問之下才發現 他們實在是太愛美白了 他們幾乎是全身 只要有皮膚的地方全部都抹 那持續了這樣一個禮拜 再來是那個東西來源也不明 其實你拿到那個 我看到那個罐子其實任何標示都沒有 所以他們兩個用了之後 血液一檢驗水洋酸濃度 果然是超標 甚至需要到洗腎的狀態 他們兩個在醫院住了一個月才出院 真的假的 我每天擦水洋酸乳液 而且我之前看皮膚 剛剛皮膚長多多 他也叫我擦水洋酸 其實你只要用量對 很少是讓你皮膚吸收之後就中毒的 所以他們兩個的關鍵 其實一來是來歷不明 二來是大面積使用 擦擦皮膚表面就去洗腎 誰受得了 對啊 太可怕了吧 這之前有一個致死的案例 美國的女生 一個小女生的運動選手 對 他其實就是在運動的時候 他習慣貼酸濃貼布 你正常 你貼酸濃貼布其實皮膚吸收 它局部達到緩解疼痛效應的效果以外 他就是貼了之後又去運動 其實你大量的排位血管擴張 其實吸收的量就增加 後來他是猝死 到醫院急救之後才發現水洋酸重度 那急洗腎 急救還是不治 對 所以我們運動是要把 貼布都撕掉 一般人可能不會想到這一點 還想說有個保護這樣貼著 其實我們在報導的時候 蠻多這種醫療的相關事件 我印象比較深刻 是有一陣子超流行 在各個社區 都會有一個像小小的那種健康教室 那個健康教室呢 都會排很多那個很有趣的電療儀 他就說坐上去之後 讓你在那個阿嬤 阿伯們 在那邊體驗那個通電的感覺 一來呢 反正無病強生 有病痠痛的就會好 皮膚也會好 身體的血液什麼都會好 反正治百病就對了 其中有一個很可憐的案例 是一個男生 他呢 有一個疾病是沒有辦法根治的 就是肝癩 他的肝癩其實是一種 自體免疫失調造成的疾病 並不是那種 大家想像的像那個感染症 不是 肝癩是一個 自體免疫失調的疾病 所以他一開始去治療的時候 去那個墊療儀體驗的時候 他其實只是長在哪裡 他長在那個耳朵後面 這裡有一整片 還四肢有一點點 所以面積不算大 只是他覺得人家看起來 就覺得他髒髒 怎麼這邊一直脫穴這樣 像頭皮穴一直掉... 他就很在意 後來去了社區 他說我告訴你 像你這個 就是只要來墊 這個大概墊一個療程 墊個十次就會好 你知道嗎 他一次去收他將近快一萬塊 讓他去墊十次 結果墊完十次不得了 那個效果真的是嚇死人 他本來不是只有這邊一片嗎 跟四肢有一點點嗎 他後來去找皮膚科醫生的時候 他全身幾乎九成的皮膚 他的 是電流造成的 後來醫生就說 其實 乾癇這種剛才強調過 它是一個免疫失調造成的疾病 然後呢 這些電流的刺激 有時候反而造成一些刺激性的反應 讓你身體的 激發你的身體一些免疫 讓它更嚴重 所以它本來沒有那麼嚴重 被這樣刺激之後 所有的地方呢 都嚇起來 被激化 對 所以他真的 他說去的時候不誇張 他說身體九成的面積都被那個乾癇 蓋得滿滿的 脫屑的 紅腫的 養到他幾乎都沒有辦法睡覺 我之前在南部醫院的那個阿嬤 就是某醫學中心遇到 這個阿嬤呢 因為其實在中南部 你知道那個地下電台 或者是那個電視台比較後面的 在那個阿嬤界是非常流行的 會先唱歌 對 會先唱歌 買一買多少就可以去唱一首這樣子 因為我遇到的這個 他就是聽電台的 就會講說什麼 如果你夾藉珊瑚鈣粉 你的那個腳就可以漸步如飛 蹲下去站起來就是很厲害 很俐落這樣 講得非常的神奇 所以他就是自己就訂了這個藥 他就是送來家裡吃 其實我們一般片 其實珊瑚鈣粉應該就也還好嘛 其實它就是一個鈣片的來源 可是這個阿嬤她就越吃 就是會覺得身體就是越來越 沒有力氣 越來越疲累 但是她心裡想說 應該是沒有睡飽這樣子 可是一直到後面呢 其實她整個顏色都已經 有點暗沉 有點黑 又越來越... 對 皮膚 結果後面到她的那個 她的小孩其實都是知識分子 後面發現她媽媽有這個狀況 就覺得應該要帶她去看醫生 結果一看醫生的時候 其實她的腎功能就是非常非常差的 所以她當下是有急洗腎的狀態 她就吃到這樣 其實小孩就是會覺得很納悶 為什麼會這樣 就有把她那個吃的這個東西 拿去化驗 結果一驗出來 這東西還真是來路不明 而且它非常多的 大腸直腸癌 不用開刀 只要每天做氣功 她就覺得說我要相信這個 那個病患是長到沒有辦法 從屁股上 因為它就是沒有 看起來很像痔瘡了 就是整個長出來 它就完全沒有辦法做 又一驗出來 這東西還真是來路不明 而且它非常多的重金屬殘留 我這樣問一下 她大概吃這個 那個鈣粉大概有 這麼久 對 後面她小孩發現 就其實阿嬤有 因為其實年紀大有一些慢性用藥 她發現阿嬤都把藥偷偷丟掉 就是原本的慢性病的藥就沒吃 以為吃那個就是可以顧身體 可以保養得很好 其實 也不要完全相信醫生的話 必須要這樣講 因為其實我要分享的案例 事實上就是 其實之前就是有醫師同業 她基本上 因為其實很多的病人 像被宣判癌症的時候 事實上大家都會病急亂投醫 就覺得好像沒有得醫 但是我們覺得這個 同業不太應該的是 她其實去宣導的是說 大腸直腸癌 不用開刀 你只要就是每天做氣功 然後吃一些健康的蔬果 然後喝那個電解水 然後就治癒了 而且她自己出來分享說 她就是這樣子治癒的 因為事實上 大腸直腸癌是 有她的正規的治療 電療 化療 或者是手術的部分 那等於大家不走這個正規治療 最後就是看到病患 整個屁股就整個長出來 就是那個病患是長到 什麼東西長出來 癌啊 就是她基本上在 大腸癌在地 穿過皮膚長出來 從屁股這樣 因為她就是沒有 那不是看起來很像痔瘡了 就是整個長出來 她就完全沒有辦法做 就是最後病患 完全沒有辦法治療 就是很痛苦 很重 我那時候再開刀來不及了 來不及 就是整個已經出來 事實上她就是因為 第二期 第三期 請她去開刀的時候 她就覺得說我要相信這個 就是廣告這個 自然療法的 雞尾酒療法的部分 最過分的事實上是 這個醫生本人 就是後來其實是被 醫院裡面的踢爆說 她自己事實上有做全套的 放療加化療 不是靠她的方法 對 她這樣很可怕 就是事實上她自己偷偷的去 接受了正規的西醫的質量 她跟別人講說不需要 喝水就可以好 對 就是出來說 欸 這樣好高 而且重點是因為 她本身是醫生 所以相信的人更多 她有專業形象 就要妳講 妳講診什麼我就去診 對 但是 沒有 我們是很正派 但是意思是說 其實她就是不只一個 我講的那個說 屁股就是腫瘤整個長出來 那是真的是最嚴重 大家聽到都很不忍 但是其實就 其實出來踢爆的事實上 是好幾個病人 癌症這個東西 真的要正規治療 因為我像我就是有遇到南部 她是一個非常有名的政治人物 但是她就是也是因為 就是覺得不應 就是要不要去做任何的化放療 那她就是只用氣功 她得到的是 結果因為到她 我去看到她的時候 是已經比較後期 是跟醫院的主管 去到他們家去看她 她整個人是受到皮包骨了 我不認得她是誰 結果她這樣子大概五年 果然不久 她連到後面覺得想要進食的時候 都沒有辦法 只能打一些葡萄糖水 然後請護士到家裡 就是稍微打點滴 其實到最後 就是大概前後五年的時間 她就往生了 其實在骨科的話 大家最常見的就是說 我們常常說 大家有骨質疏鬆 脫膠性關節炎等等這些問題 那網路上 電視上 常常就遇到要吃 龜鹿叉叉飽 葡萄糖胺 鈣片什麼 很多很多 像電台的那種也是有 什麼都聽過 但是其實很多人都 搞不清楚狀況到底是吃什麼 大家都說哭下去 那到底是要吃哪一個才對呢 其實常常大家有一個誤解就是說 其實 你要讓它可以 咕嚕咕嚕咕嚕起來的狀況 你一定要是 我們的骨頭也要好 我們的關節也要好 那我們常常看到的葡萄糖胺 龜鹿叉叉飽的話 這些都是在顧軟煮的 那 常常有病人就進來就說 那我吃這個到底有沒有效 我吃這個對不對 那我跟大家分享一個案例就是 我運過一個70歲的病人進來 那他就家人帶進來的 一群家人一起帶回來 很緊張很緊張 說我阿嬤昨天看完電視 就說下背很痛 他不過就是沙發坐下去 看電視 然後一坐下去就痛到不行 受不了 隔天推著輪椅來找我 那推著輪椅來找我的時候 我就幫他照個X光一看 那我說 他骨質疏鬆壓迫性骨折 那全部家屬一片滑蛋 怎麼可能 壓迫性骨折 它歸入叉叉飽 葡萄糖胺 鈣片什麼都吃了 怎麼會這樣子 其實要治療骨質疏鬆 還是要做一個正規的治療方式 我們骨客來講的話 我們會做一個骨質疏鬆的檢查 骨質密度的檢查 那真的符合到骨質疏鬆的話 我們有一個治療的方式 那如果是還沒有進入到骨質疏鬆 我們所謂的骨流失的狀況的時候 我們處理的方式又不太一樣 那常常就是 很多人就覺得說 我聽信隔壁的 尤其在中南部說 聽鄰居的 聽鄰居的 聽電台的 聽哪裡的都好 那結果聽了這些 結果吃錯的東西 不但沒有得到好的療效 而且還製造更多的問題出來 那等到它真的 來到我這裡的時候已經太嚴重了 是善緣還是孽緣 這是很難說的對不對 對 苦味 白起來 死的 亂會 亂回來 都是有 應該有難度的我覺得 好啦 這是第一個情報 好 成立 成立 停不大 不錯 有進步 現在找到情報是越來越有 越來越有可信度了 來 接下來是資深的情報員 小辣 換你 來 是的 來 大家看看這個三角形 我們在日常生活當中呢 看到這三角形 除了會想到飯糰之外呢 我平常在用路的時候 看到這三角形 就是在提醒用路人要小心路況 對不對 這個三角形在放在我們身上 我們身上呢 也有一個神秘的三角布袋 好了 妳講的不要 看看 不要講 講就能撥的好不好 不要這樣子 這個地方 千萬不要記憶的摸 這個地方 很危險 了解嗎 我昨天才看 很小 你這樣偷看 真正我剛說那個三角地帶 是在這裡 就是我們的脖子跟肩頸這個地方 你想哪裡去 這個地方很危險 不能亂摸 妳是指這三角 對 肩頸 這三角 這三個點 這個三角 對 這三個角要小心 是 妳可以回去了 為什麼我要講這個呢 因為 根據我的調查發現 肩頸危險三角區 輕忽的話可能會要妳的命喔 真的假的 是 大家一定會想說這種三角區 我們大概平常什麼時候會弄到它 我們去遮瑩瑞瑟有沒有 一定要按肩頸 它都不理自己緊 壓力大 沒有放鬆對不對 壓力很大 通常這時候我們都會覺得很舒服 但是你知道嗎 有人因為按肩頸 按到中風 甚至是呢 好 情報四對是錯 我們交由醫師 醫生團 金白醫生團 來 半轉好不好 實際上 我們頸部的三角區 可以分成前三角跟後三角 在我們頸部的前三角區的話 其實是有很多的大血管 跟我們的神經蟲的經過 前三角在哪裡 大概就是在這個位置 對 這是前三角 對 這個地方因為有很多的 大血管經過 實際上這邊有一個結構 叫做頸東脈座 如果不正常去按壓 或是刺激的話 可能會引起神經的反射 進了時的心跳變慢 血壓降低 那這個時候可能就會休克昏厥這樣子 真的喔 所以那個按殺的組織有沒有 他們都這樣 弄脖子 就是弄那裡對不對 因為他就是去刺激到這個頸東脈 因為他會習慣這樣抓你這樣 有沒有聽到叮這一聲 有沒有聽到叮這一聲 有 就對了 實際上這個動作是 非常危險的 真的嗎 這幾乎每個去都一定會用 必用的大招這樣 真的 要不要轉一下 這一定要用的 好像你這樣弄著還這樣 繞枕 對 然後把你整個來凹一下這樣 你這是常枕喔 我有朋友是專門是 枕極的 而且很奇怪 繞枕的時候 他在脖子會咔咔 就好了 跑了欸 對啊 所以他就是跑掉了 不是嗎 但是這其實是非常危險的 因為其實實際上 之前在網路上面 有一個非常聳動的一個 網路新聞 他說一個年輕的男子 因為他女友在他脖子這邊 結果最後這個男子他就中風 後來就癱瘓 甚至最後一人就死掉 中草莓到中風 中大草莓 草莓比較大 中不上中風 他被吸到這麼深層 把裡面的血管都吸破 這個應該是隔骨 然後他那邊 他是幾句啦 幾句啦 他就高級啦 高級啦 明明假日呢 去桑姐 那桑姐 常去的地方就是這種 他有高血壓力還高血 他覺得突然一陣非常的痛 胸痛那種感覺 他送去醫院之後 他不是頸動脈 他是主動脈 就是左胸下方有個主動脈玻璃 蛤 幾句啦 幾句啦 你快點高級啦 高級啦 不過實際上那個 吸到中風 這個吸力這麼強的人 其實實際上應該是非常少會遇到 比較常會遇到的一個案例是 有一些病患 他因為他有比較嚴重的頸動脈狹窄 他有很厲害的頸動脈的動脈斑塊 他去做按摩的時候 可能去不正常的去擠壓 使得這個斑塊玻璃 沿著這個血管就跑到腦部 最後就導致腦中風這樣 所以醫生 就是我們按摩的時候就叫人家 這一塊千萬不要按就對了 對 實際上這個頸部 其實它血管 只有在我們肌肉層的底下而已 如果你用力去按的話 就可能會引起這樣子的一個傷害 他講的這個側面跟妳剛剛說的頸椎 後面可以吧 不太一樣 後面其實也是蠻危險的 真的還假的 因為我們後面頸椎有椎動脈 假設你不正常去擠壓的話 可能會引起椎動脈 我不聽你的話了 又不能種草莓 後面又不能脈 我會幹嘛 因為在頸椎的後面的話 其實我這個模型是腰椎 那我們其實可以看一下我們的 其實我們在脊椎的後面 就是我們神經的部分 所以其實往後壓的話 其實是的確是蠻危險的 旁邊有神經根出現 後面有神經怎麼都在後面 當然你壓的位置 是越高的位置的話 它影響的會越大 所以在脖子這邊的話 影響的話 真的受傷的話 的確是會全身都癱瘓的 是沒有錯的 那再低一點的位置的話 就是下半身等等這樣子 最近我們那個時下很流行 在做這個重訓的訓練 最近我同事有一個案例 他是一個年輕的肌肉型男 他來診療的時候就是說 他肩頸痠痛已經超過一個月了 一直都沒好 我們幫他做一個檢查 就發現 他在頸椎的地方 在這個地方 有一個非常嚴重的椎間盤突出 我們去推測 其實這病人他是非常的強壯 肌肉是非常的厚實 非常的結實的 實際上就是說 我們在推測 這個病人他可能是做這個 深蹲推舉的這個動作 可能他的姿勢不正確 所以就引起這樣一個椎間盤突出 其實這是非常嚴重的 因為有可能會引起 甚至可能會影響到呼吸 好可怕 所以要做運動的時候 一定要是要徐序漸進 要按照自己身體的狀況來做 台灣呢 有些人很喜歡說 下班後或假日去桑姐 那桑姐常去的地方 就是這種SPA按摩館 還有那種水療館 有沒有印象那種 那種溫泉水療池 有那種水柱可以一直打在牆壁 就覺得好像有水力一直在啪 衝在頭上 醍醐灌點 醍醐 就是你在那邊 有一些就覺得自己長期上班 這肩頸非常痠 所以他們在水療池那個柱 他們最喜歡就讓它打這一塊 我覺得整個非常的舒壓 好像在練功一樣 之前呢 我們在那個石牌地區 他們就有收到一個患者就這樣 它是一個平常是有三高的 它有高血壓而且它有高血脂 然後他就去打 打完之後突然間覺得很奇怪 他覺得突然一陣非常的痛 胸痛那種感覺 他想說為什麼打這裡 會一陣胸痛呢 很奇妙 對 後來覺得非常非常不舒服 他送去醫院之後 醫生發現你知道嗎 他竟然 他不是頸動脈 他是主動脈 就是左胸下方有一個 這個意思更平原了吧 你的血管內臂撩起來你知道嗎 因為你已經很脆弱的那個 本來就你想說你是一個老舊血管 老舊血管本來很多層 本來就沒有那麼好又脆 那個用力硬力下去之後就 撕開 玻璃了 所以它就會劇痛 對這一區用力不剩的 一個是這種衝突的 他說還有一個 那陣子流行什麼撞樹還撞牆壁宮 你會看那個宮友人在那邊撞 撞 撞樹 對啊 他說有些人在撞撞撞 撞到也是開始覺得劇痛 不是傷到骨頭 是主動脈玻璃 有發生來 請說 因為我們主動脈 其實是從心臟出來最大條血管 它其實會走一個L型 所以其實我們心臟在這邊 那個血管出來之後 它會繞一個彎 所以其實在那個彎裡面是最 那個地方是承受壓力最大的地方 所以當血壓沒有控制好的話 其實就很容易從那邊血管破掉 所以你去拍一集上情形 或者是你因為開車有撞擊 有一些加減速的力道 就很容易從那個地方 把祖龍脈玻璃給扯裂 真的喔 會扯裂 拍人家背也不能太用力拍對不對 盡量不要 不可以拍背 誰放開了 他總是要放恐怖 我這邊遇到一個 六十幾歲的一個媽媽 他呢 其實就是有一天呢 他其實我覺得 他本身的習慣是沒有那麼好 但因為本身也沒有什麼壓力 所以其實也還好 因為他都晚睡 但是這是已經長時間的一個常態 但是呢 他有一個習慣就是女生 他會抽菸 抽菸就滿久 其實這一個高風險的因子存在 他有一天呢 他就是想說去附近 因為年紀大了要養生 現在健康節目這麼發達 所以他就想說去走路散步一下 就是傍晚的時候 後來面又發現奇怪 怎麼覺得好像快感冒了 臉好像就是怪怪的 不是很舒服 他就有警覺 我想說我趕快去看醫生好了 但是回來已經晚上 他是去看急診 去檢查的時候就發現 其實他有一半就是我們所謂的 就是麻痺 也沒有曾經麻痺 所以他整個臉是 這算中風前兆嗎 這還不算中風 還沒有中風 那他就是有一半就是麻痺這樣子 那當然急診的話 就是給他一些處置 就是打一些點滴 然後開一些藥給他這樣子 這時候就出現他的好朋友 他好朋友說 欸 我三十年前我也是這樣 我幫你教 你去那個按摩 你去讓人家按 按一按 我這樣子按一按我就好了 結果他因為很在意自己的身體 他就說好 所以他就很認真地去按摩 他每天都去按摩 他每天都去喔 結果不按沒事 結果一按啊 你知道嗎 他一按就 他就真的中風了 為什麼會這樣嗎 理由是什麼 原因是什麼 沒有 因為其實我覺得他這個年紀 其實他的膽固醇是高的 有在用降血脂的藥物 他本身又有抽菸 所以其實我覺得他應該就是 有一瓶就是他的一個 動脈周氧硬化 其實他的血管是有這樣的風險 但是他又很認真的特別去按 所以 尤其是頸部這邊 而且他會說越大力越好 因為他覺得這樣子可以趕快好 其實我們頸部你就知道裡面 有很多重要的血管 神經等等 所以我們其實身體不會有什麼 不會沒有保護機制 我們還是有肌肉在他的附近 可是為什麼我們按壓的時候 會出問題 那就是因為你平時 也沒有好好保養你的血管 像我就遇過有一個老先生 他高血壓都不喜歡控制 他家族說你既然不喜歡吃藥 我們就早上跟我們去運動 他運動的時候會做一個動就是 我不知道為什麼要斬脖子 他們在公園 不知道為什麼要做這個動作 結果他斬一斬之後 就一邊攤掉了 不然送到醫院的時候發生中風 其實應該是他的頸動脈 內頸動脈它有周狀硬化 因為這些動作讓那個血塊 汪腦子打 造成血栓塞住了 所以不能斬脖子 他們又喜歡撞牆 又喜歡整脖子 到底是怎樣 我無法進去 他運動的時候按摩 他因為工作就是會常常肩頸痠痛 他就請他的那個女性友人 幫他做按摩的動作 結果按一按之後那個血栓是昏迷 他就覺得很奇怪為什麼會昏迷 就送他來急診 後來發現他有一邊是攤掉的 眼睛整個偏移 就是意識不清 一條大血管塞住 後來我們做一些影像學的檢查 發現他的頸動脈 因為這樣壓一壓 所謂的頸動脈的玻璃 大家一直講 就是來這邊我們搭配一下手板的部分 大家比較好理解 其實大家看到脖子的構造是不是 大家其實 就是假設你要掐住自己的脖子 就會看到這邊有東西在跳有沒有 有脈膜 對 這是下柏崎這邊 就是最大的地方 事實上我們剛剛一直在講的 事實上就是這個 就是這個 所以你其實從後面在按的時候 其實當它按得太深 或是按得太側的時候 你會不會覺得有點近 所以所謂的一個 頸部的一個三角的部分 就是說它其實按 按摩 如果你是找OK的一個按摩師 他們有時候像是整骨師 他們有一些其實 本來是物理治療師 所以那個部分 其實他們也知道這些是危險的 所以他們那些 卡個下那個手法 基本上是今年累月 但是我覺得 就是幫大家統整一下 其實是說 像如果你本身有三膏 就是你本身有一些 這樣的一個危險的病史 那你事實上在去按摩的時候 事實上力道要 就要請它特別的一個小心 因為 就是 就是基本上就是剛剛講的 這樣的頸動脈 它其實一啪就上去 就是直接打到腦部 就是為什麼 案例不多 但是其實你就會聽到 年輕的18歲 40歲 60歲 男生女生 其實都有這樣的一個 因為按摩導致中風的一個案例 那這樣的一個中風打上去 腦部的話叫做缺血性的一個中風 那其實在這邊也剛好跟大家 做一個呼籲說說 假設你是去按摩之後 那突然開始覺得 哇 我的頭開始很痛 甚至有一點模糊 或是像剛剛有一些症狀 覺得不對的時候 三個小時之內請去急診 以目前的一個醫療的一個技術室 趕快打血栓溶解劑 這樣會大大的 就是讓你之後的症狀能夠好很多 對 所以大概就是統整就是說 如果你自己有病史 那不要按太大力 如果你很健康 那也是找就是OK的一個 這樣的一個按摩的一個師傅 這個範圍 近頸三角區 基本上有跟頸椎 和腰椎有相關的事情 都要小心一點 沒錯 這是後三角還有前三角 前三角 對啊 這是前三角 前三角 那叫下三角 不是 肩頸穿動的這邊要熱敷是挺好的 這邊要請人家按摩都推拿 也不要說痛才有效 前人家都力道在搶 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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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再暗暗推一推就作風了 對不對 好 資深情報員表現得非常不錯 第二個情報勝利 來 最後一個情報 輸了 沒有 沒有 不持蘇松品件比例多 曾國城有感而發 亞洲女生的話是 因為女生都不曬太陽 沒有維他命第三 該怎麼可以形式 那如果不是蘇松的問題就更大 牛奶製品 乳製品要多吃 你知道嗎 曬太陽 所以不要再說我們到了什麼 以後年紀的誰做不曬太陽 你們女生現在不要曬太陽 真的 你們還說我們咧 資深情報員 表現得非常不錯 第二個情報成立 來 最後一個情報 輸了 每一酒加咖啡可以讓我這個舒緩 我的心情 尤其單身嘛 對 又不能種草莓 又不能種草莓 現在連按摩的樂趣也都沒了 但是我這一次的情報厲害了 根據我的調查發現 咖啡加檸檬可以減肥 又來了 這厲害了 不要以為這是假的 喜歡喝咖啡的人 加上健康的檸檬可以送 咖啡加檸檬是檸檬汁 檸檬汁嗎 是檸檬汁 因為現在聽說最夯的 比例呢 比例 比例就 比例要問一下我們 咖啡跟檸檬的比例 你要問一下營養師 對 營養師 你這樣子講大概對了一半 真的是 真的有這樣的說法 咖啡可以加檸檬 咖啡可以加檸檬 但是我們要的是 檸檬皮的一個營養素的部分 對 檸檬皮 那差很多 你們覺得檸檬汁不一樣 對 會有一點點苦 對 因為其實 我們為什麼說它會減重 是因為其實咖啡 它本身就是有咖啡因 它可以幫助我們 就是提高我們的新陳代謝 那這個檸檬裡面 檸檬的本身的汁裡面 它含量比較高的是所謂的 維生素C 但是我們更想要在減重的部分 是因為這個檸檬皮 它是檸檬酸 它可以幫助我們的脂肪 去做一個代謝 所以前提就是我們以一般的飲食 你已經可能覺得 我用太不飽的時候 你在你的飲品裡面 就是做一點小小的調整 它是可以幫助我們的脂肪代謝的 但是 就是其實有一個重點 就是很多人就覺得 是不是加越多越好 效果越好 那其實不見得是這樣 其實大概就是一杯大概 300CC左右的咖啡 配上半顆的檸檬 不要把它擠成汁 就是把它切切切 對 帶皮 帶皮的檸檬 一杯咖啡 凍上半顆的檸檬切片 不要去擠汁 這樣整個浸泡在咖啡裡面 是的 但前提 還有前提 就是一定要把檸檬洗乾淨 不然會喝 我們認同小鐘 熟大情報議員 他所提供的這個消息嗎 有機會 有機會喔 真的有 三個叉子 兩個半 那兩個半 那兩個都舉半 實際上我們講究因果關係 要有很強的證據力 因為它所以這樣 你要減肥 其實咖啡雖然有增加代謝的功能 可是它也會影響到我們 自律神經如果讓你晚上 不要超過兩杯就好了 對 超過兩杯的話 像你太晚喝 有的人他晚上睡不著 影響睡眠 對 那個反而不是能夠幫助代謝 所以說我們是存疑 需要更直接的證據 要更大量的數據 我們才能夠推斷 這樣可以減肥 其實為什麼舉一半就是說 像剛剛姚瑰斯講的 我們其實需要更強烈的證據說 我今天喝下去之後 能夠增加我的代謝 或是喝下去之後 讓我的脂肪代謝得更快 但是目前的一個醫學研究報導 其實是沒有辦法證實 其中一個相關的一個 妳認同一半的原因是什麼 妳說法等於跟姚瑰斯一樣 認同一半就是說 事實上當你很認真地 去喝黑咖啡的時候 事實上表示 所以喝什麼對象就代價 我意思是說它獻上你的毅力 對 就是它其實 那我很認真地喝豆漿也是可以減肥 無常豆漿不錯 對 運動完 妳有喝無常豆漿嗎 沒 尤其我們這個年紀更有 無常豆漿不錯 對 舉一半的原因是因為檸檬 是像剛剛瓊月講的 事實上檸檬在檸檬皮的部分 事實上這部分研究是有出來 甚至像是黑咖啡 其實還是會刺激我們的這些血管 一些數據會起來 就是你的心跳 會有一個興奮的一個作用 但是它基本上 它跟脂肪的代謝 沒有直接的一個相關 其實你老實話 其實我們還是要 雖然它是酸的 我們還是要把它當作水果類來看 它還是有糖分存在 它是口感酸的 但是飲料才能 它還是有糖分 如果你一天是 譬如說我一天可能就是要弄個10顆 20顆 我覺得可以美白 可以減重 那你這樣子反而真的會胖 對 它只是口感是酸的 但其實分類上面還是糖分的 其實一直有人在說 喝咖啡也有咖啡因的話 會造成骨質疏鬆 其實我是希望說不要 大家因為要減肥 然後造成我們身體更大的負擔 那其實骨質疏鬆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我們骨科長也會遇到的問題 那 大家都知道不要喝超過兩杯對不對 對 不要超過兩杯 但是其實 很多時候這些要減肥的患者 他們其實 平常的飲食就已經不是很均衡了 尤其 最大問題在亞洲女生的話是 因為女生都 那不曬太陽的話 其實沒有維他命D3 鈣質就不會吸收 那骨質疏鬆的問題就更大了 對啊 所以 不曬太陽 對 所以還是要 牛奶製品 乳製品 要多吃 魚乾 曬太陽這樣子 所以不要再說我們造成什麼 以後年紀的誰推我們去曬太陽 你們女生現在就要曬太陽 真的 怎麼還說我們咧 吃黑咖啡減肥之前有兩個明星很愛用 一個是阿妹 沒有 沒有 黑生命的 不是 有一個成功 但是後來出問題就是吳奇隆 吳奇隆他有一陣子就因為他 他覺得他發胖 所以他就喝黑咖啡減重 據稱 因為他喝最多的時候一天會喝到 這麼讓水喝 對 後來真的有瘦蠻多的 他在短時間之內就瘦下七八公斤 但問題來的 有一天在片場就昏倒了 結果他們就發現 好像有一些包括什麼瓶血 什麼問題很多就對了 所以就告訴我們說 剛才呢 黃醫師講到一個很大的重點 你如果會一直去灌咖啡 灌到這種程度 你是有決心要減重的人嗎 你用這些方法都會瘦 因為你就是把它填滿你的肚子 但是問題在於它的副作用 第一個像咖啡 咖啡因過量真的會咖啡因中毒 這是有的 第二件事情是檸檬 醫生也常常遇到那種 以前有一陣子 不是檸檬治百病 印象沒有 每個人都要泡一壺檸檬水 他就遇到那種 天天用檸檬原汁套炸起來先管 後來去找醫生的時候 就胃不舒服去 醫生說他看到 史上最多小凍的胃 不能恐怖 這穿孔了是不是 對 所以就是適量適度 減肥就是一個信念 你只要相信自己正在減肥 少量你就會成功了 因為其實我覺得 這個我們看都是一個 Paper的一個部分 因為其實我本身就做 營養諮詢門診 我那邊有一台 儀器是可以測我們一個基礎代謝率 你喝了咖啡 可能就是原本你的基礎代謝率 是1200卡 我們喝了咖啡去測 可能大概1300 也就是說 你消耗的熱量 就是頂多多了100卡 其實就是連 就是大概不到半碗飯的 一個熱量的部分而已 所以你說其他事情都不做 飲食不控制 你只喝咖啡其實也不會瘦的 那針對這個咖啡加檸檬 這件事情 已經變成我們今天要討論的 第三個情報了 你覺得可以怎麼做 讓它可能比較成立一點 所以這個部分呢 其實就是第一個 我們的咖啡就是一定就是要用 因為其實咖啡的問題很多 一定要去挑比較新鮮的 因為其實咖啡粉 有過期豆 放久的 有些瑕疵豆 過期豆 那些過期是什麼 會有一些黃曲毒素的風險 所以我們還是希望就是 新鮮的一個咖啡的部分 再來呢 就是檸檬 就是自己去挑 洗乾淨 可以自己做 自製啊 對 它有開果汁吧 對 所以 來 今天可以教我 可以 來 各位 來 各位 教我們如何自製這個內容 目前放到的就是咖啡 對 其實這很簡單 因為這個就是我熬了 妳要不要說餵醫師兩個 兩個來唱歌 身為一個專業的營養師 以及飲料店小公主的封號 要怎麼把健康的東西變得不難喝 就是我的職責所在 怎麼能不難喝呢 因為其實像我就先講 用檸檬的部分好 因為其實檸檬的話呢 其實這個就是先牽檸 我們就是大概我剛剛講就是半顆 帶皮 對 帶皮 你就是用溫水稍微沖一下 因為太久你會很苦 你可能就是會喝不下去 所以你大概泡個10到15分鐘左右 其實它就有這個熱 就是溫熱水的部分 如果你是譬如說 好 你是有自己去買那個 那個濾掛式茶堡 或者是你真的就是有去買 那個咖啡豆 或者是其他部分 你就是利用這個溫熱水 你掛著就可以沖一杯 大概就是300CC左右 這個就是我們的檸檬咖啡 這個我剛剛做的 而且我還加了冰塊 會好喝一些 沒有加糖 味道 他也想嘗試一下 你先喝 你放出事是不是 你是腦子變瘦了 你幫忙服務那邊的朋友 這我來 這我來 就其實也還蠻好喝的 又沒有任何的負擔 好適合夏天來喝 還有另外一個方式 就是檸檬加咖啡 另外一個就是綠茶加咖啡 因為其實綠茶裡面含有比較多的 蛾茶素 蛾茶素它是可以幫助我們選擇 綠茶味好重 綠茶裡面有沒有咖啡 綠茶也有 這樣咖啡音不是很高嗎 不會 因為就是一天不要超過400mg 那其實這樣子不會超過 它把那個咖啡 有一點苦的味道都給蓋掉 都是莫綠茶香 綠茶的好喝 而且就是沒有加糖 我覺得綠茶好喝 我覺得綠茶好喝 其實像綠茶其實還有做更多研究 其實它就是有去研究說 如果你在運動前 去喝這個綠茶這個蛾茶素部分 它是可以比沒有喝的人 就是 降低體質分 綠茶是真的有效 大家要注意就是 咖啡音含量就是不要超過 這個是一個重點 咖啡音含量不要超過400mg 對 也就是說不超過兩杯 就這樣 對 提醒大家 一天不要超過兩杯 謝謝 最後這個情報 基本上呢 大家是 獲益肥浅 真的啊 有收穫 有收穫 你或許覺得沒有非常明確的數字 或報告來支撐它 但是 在道理上面 營養事情講得蠻好的 而且我們自己也心自是感受過 味道不錯 味道是不錯的 而且喝綠茶真的可以增加代謝 來減肥 對啊 還不錯 有代商卻堪稱成立 因為畢竟到目前為止 不多喝對身體沒有危害 沒有錯吧 暫時成立 好不好 暫時成立 挺好的 咖啡記得一定要選用的 無糖的黑咖啡比較有效 當然咖啡音含量 一天不要超過兩杯 剛剛也特別提醒了 感謝我們今天收看 別忘了 每週到週五晚上9時到10點 週天綜合宅 請收看精采大姐姐 祝您喝得愉快 喝得健康 拜拜 我家的熱情 緊急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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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急車